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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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工作时间可以比第一代航天服工作更长的时间 理论上来说它可以工作八九个小时的时间 非常长 那么另外一点它可以重复使用15次 那么出舱活动我们进行了两次 这两次其实更多的是进行技术验证 尤其是我们第一次这个舱外活动 那么超过七个小时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飞天二代航天服 那么长期支持这个舱外活动 那么这方面的这个需要的各种技术呢 就进行了非常全面的非常充分的验证 第一次舱外活动呢 其实呢又验证了两项这个关键技术 一项呢是通过机械臂来辅助航天员 在这个空间站的表面进行大范围的转移 那么这个是过去我们没有的技术 我们的空间站呢 未来仅有两个机械臂 一个是这次天鹤一号所带的这个大机械臂 长度是十米 那么其实它呢是能够搬运25吨重这样的物体的 那么搬运一个小航天员呢是小case了 那么就是说这个航天员呢 就通过一个脚纤维器 把它安装在机械臂的一端 然后呢可以站在上面 那么进行大方面的转移 第二个呢就是在空间站的表面进行爬行 那么通过这个呃就是两个安全绳 然后呢有有这个这个固定的这个装置 那么一个接一个的接力 然后呢爬到你指定的位置 第二次参与活动呢任务就更为复杂了 呃我们装了一套这个扩展泵组 它提高了整个空间站的这个呃工作的这个可靠性 这次神舟十二飞行陈组 他们的平均年龄有超过52岁 就有网友说嗯航天员的平均年龄是不是偏大 为何不选择更年轻的航天员 那未来中国是否需要进一步加强航天员的梯队建设 其实50多岁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年龄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国外的很多的这个航天员 无论是美国还是这个俄罗斯以及其他国家都有大量的50岁以上的航天员 最高的年龄记录呢是美国第一位进行轨道飞行的航天员 这个约翰格伦 约翰格伦呢呃在这个60年代进行了美国的这个驾驶水星飞船的 进行了美国的第一次就是环绕地球的这个呃太空飞行 那么都接近80岁了 这样的高龄呢就是等于是又乘坐航天飞机 那么再次的进入太空 其实从航天员的这个呃初期的选拔呃到他经过长期的这种这个无论是身体呃 就是条件适应能力 还有就是等于是各种空间的操作技能各方面的训练 那么到一个他能够就是进行这个呃实际飞行的这样一个资质 其实这个本身就需要的时间至少两年以上 就过去呢就是国外在进行重要的航天任务的时候 一定要至少有一位就是说曾经有过航天飞行的这个称组啊 举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你像美国的这个第一次这个登月的这个阿波罗11号飞船 阿波罗11号的飞船的三位称组呢 这三位称组之前全都有过实际的太空飞行的经历 这次神舟12号任务非常非常重要 它是我们国家空间站的第一次的飞行任务 它承担了非常多的就是首次的这样一些尝试 那么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说呃 首次的这个长期驻留 三个月时间的长期驻留 呃就是可再生的这个航空生保系统啊 以及这次复杂的出舱活动等等 所以这些呢都决定了这次任务呢 他更需要一个就是说比较经验丰富的这样一个称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呢 我们就是在这个从神舟9号任务开始呢 一般是一老带两新或者一老带一新 那么这次变成了两老带一新啊 甚至我们的聂海生呢 他过去有过两次这个飞行经历 呃我们国家呢 其实目前呢已经完成了第三批这个航天员的选拔 里面不但有这个航天驾驶员 还有这个航天任务专家和这个随呃随船的这个工程师 过去我们这个第一代的航天员 全都是从这个飞行员里面这个挑选的 那么但是呢 到了第三代或者说我们第三批的这个航天员呢 那么这个时候呢 因为我们空间站的任务 那么就是说我们的科学研究的比重越来越高了 那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有更多的我们的工程师 我们的科学家来进入轨道 来进行更为复杂的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空间的这种科学研究 和各个实际的这个操作 那您刚刚也提到 神舟12号飞行乘组的载轨时间长达三个月 未来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的载轨驻流时间 还将增加到六个月 载轨时间的延长 对人类发展航天技术 开展空间实验又是什么意义呢 那么对于长期驻流 要解决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因为你处在适用条件下 你的肌肉和神经 你的骨骼不受重力的刺激了 那你的这个肌肉会不断的萎缩 你的这个骨骼 你的骨量 也就是里面的钙质会不断的流失 不断的减少 那这次呢 实际上我们天和一号 带上的带上天的这个太空跑台和这个太空自行车呢 应当说比过去的设计更为合理了 那么就是等于是可以更进行更为有效的锻炼 长期的太空驻流必须解决的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可再生式的环控声宝系统 也就是我的很多资源要回收利用 比如以这个尿处理为例 尿处理呢实际上是将这个尿液呀 就是送到一个这个蒸汽压缩蒸馏装置里面 就首先让它变成一个非常低的一个压力 比较低的压力以后呢 这个尿液就和普通的水一样 那么就比较容易蒸发 比较容易气化了 然后呢就是它气化以后 那么再使它的这个水汽分离 那么就是水蒸汽呢 就是给它去收集起来 然后冷凝形成这个蒸馏水 再进一步就是给它进行其他的一些处理 然后呢就可以就是在通过后面的这个净化系统过滤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就可以就是达到这个饮用水的这个标准 我们的航天员呢 除了就是等于是平时呢 就是维护我们的这些这个可再生式的防空生物保育系统以外 定期还会抽血 互相之间给抽血 那么抽血呢 就是这个血样也是要带回地球进行研究 未来呢 我们航天员会从神舟13号开始 就要再给半年以上的时间 那么这一次我们就是说发现的各种问题 那么都可以为以后的正常的这个载轨的驻流 那么奠定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就像你所问的这样 就说呢 我们载轨的这些这个飞行呢 它呢就是说 除了能够通过长期的这个载轨驻流 支撑我们的一个科研活动以外 也为未来我们走向更远的深空奠定一个基础 比如呢 从地球到火星去考察 往返的时间 这个时间是超过一年半的时间 大部分是在这个飞船里面待着 那这样的过程呢 你要是保证能够正常的 就是完成的话 那必须首先去在近地轨道 在空间站里面去验证 结束三个月的太空出差 神舟12号飞行陈组三名航天员 顺利返回地球 从太空微重力环境返航 航天员要提前做好哪些准备工作 以便更快的适应地球环境 其实从他的这个已经公布的 就是我们就是在轨的这个 他们每天生活和工作的规划来看呢 就是我们主要的注意到一个细节 就是他们在临近返回的时候 他们每天的锻炼的时间和强度会增大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准备的工作 就是我们每天为了保证这个骨盖 就是不丢失 保证我们的肌肉不萎缩 那么就是每天要进行足量的锻炼 那么我回到地球以后 能够尽快的进行重力的再适应 因为我们知道神舟飞船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航天器 因为它关系到航天员的这个乘组的安全 所以它的很多的这个系统呢 在返回以前要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也就是对它的各个的分系统 对它的这个推进系统 对它的GNC分系统 也就是导航指导与控制系统 对它的其他的这个测控啊等等 这样一些分系统 在返回以前呢 要进行充分的检查和测试 那么才能够返回 当然还有一点 其实呢就这一次呢 是我们首次返回这个东风着陆场 因为我们过去呢 其实呢 所有的这个航天飞行呢 都是返回到这个四字王旗的主着陆场 未来呢就是在空间站的这个运营阶段 东风着陆场呢 将作为我们的主着陆场来使用 那这种着陆场的变化 它主要是出于哪方面的考虑呢 这个载人航天器 包括空间站呢 大部分都是在这个比较低的这个轨道高度上 主要是为了规避这个空间辐射的影响 因为我们知道地球附近有一个叫做泛艾伦辐射带 这个辐射带呢 就是它的这个下边缘大约是在六七百公里高的高度 就是也就是你航天员如果说 它的这个轨道高度高于这个高度的话 它会受到更多的这个辐射的这个影响 那么我们就是在这个三三百公里高的这个高度呢 就是说它的这个辐射是小很多了 但是带来另外一个问题 7.8公里每秒绕地球一圈一圈的飞行 那么受到大气阻力呢 会使这个飞船或者说是空间站的高度不断的降低 过去呢我们进行这个天宫一号二号和这个时候飞船的撑土的任务呢 因为它时间比较短 所以呢它这个时候呢不需要大范围的改变它的轨道 因为是长期进行嘛 我就说可能是我的就是到合适的时候 我就要进行一次轨道保持 那么就是抬高它的高度 你轨道高度的变化比较大 就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说呢你返回的时候 那么这个着陆点的理论上这个着陆点的位置 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我们知道我们看一下 我们四字王旗呢 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的一个着陆场 而这个东风呢 也就是在我们九权微星发射中心附近呢 它大范围都是这个戈壁滩 那么它面积是非常非常广大的 尤其是在东西方向 那么可以有一个很长的一个范围 供我们来选择 所以我认为呢就是 这个可能是我们选择东风着陆场 作为我们目前的这个空间站运营阶段 一个主着陆场的最主要的原因 那在返回地球的过程中 如何保障航天员的安全呢 应当说呢 就是返回的过程和这个发射过程一样 就是是我们整个的航天飞行中 就是风险比较大的这样一个环节 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人类呢就是等于是 载轨的飞行过程中呢 发生过数次的这个险下环征的事故 大部分呢都是在这个发射的阶段 以及返回的阶段发生的 那么就是说在返回的过程中呢 其实有几方面的风险 第一个呢就是等于是 我的这个反推 也就是等于是原来我是一圈一圈 绕地球飞行的这样一个环绕地球的轨道 我要就是说通过我的推进舱的发动机的工作 那么变到一个我能够再入的这样一个轨道 那么这个是风险比较大的环节 首先它要准确 第二个风险呢就是在返回的过程中啊 我们有数次的这个分离的这个操作 第一次呢是我们的这个轨道舱和整个飞行分离 我们称之为轨返分离 那么要保证它是可靠的 第二次呢是我们的这个完成了反推以后 我们的这个推进舱和我们的这个这个返回舱要分离 那么我们称之为推反分离 这两次分离呢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必须要正常的完成 载入飞行过程也就是到了这个100公里以下呢 就是等于是这个它这个就是高速的这个飞船呀 它的返回舱和大气摩擦会产生极高的温度 我们是通过这个在飞船的下面有一个就是防热大底 然后还有就是它的这个飞船的表面 有这个防热的这种烧失材料来保证它这个高温 就是不会被传到这个舱内 保证航天员的安全 然后呢这个返回到这个大约到了这个10公里高 它的速度已经降到200多米的时候 这是我就要开伞 那么就是说把它速度进一步降低 我们的这个飞船呢为了保证就是航天员的安全 它是有一套主伞还有一套备份伞 那么就是一旦主伞的打开出问题的话 我们这个备份伞是要进行工作的 保证它就是说等于是要能够把它降低到一个比较低的速度 但是这个速度呢就是说可以正常的降落到地球表面 但是呢对航天员的冲击依然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们又有两个措施 一个措施呢就是在落地前我要把这个座椅要升高 有点像家里那个这个折叠床的这个气压杆 还有另外一个措施 我有这个返回舱呢就是它的抛掉防热大地以后呢 到距离地面有一米高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精确的发出指令 让这个几个小的固体火箭发动机反推 进一步降低我的这个飞船着陆速度 达到一米凉秒以下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使航天员非常轻柔的落到地球表面 那太空出差三人组凯旋后 后续中国还将陆续实施多次发射任务 在2022年完成空间站的载轨建造 那未来中国空间站将如何建设 完整体的天空空间站长什么样 它将发挥哪些关键作用呢 我们就说实际上呢 这个天空空间站呢 它的这个这个初期的规划呢 它是一个T字型的一个构型 这个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核心舱呢 就是它的天核核心舱 它的这个前端有一个这个节点舱 这个节点舱呢 一左一右在各连接一个试验舱 就是右边的是这个问天号试验舱 左边的是这个孟天号试验舱 那么这两个设验舱和我们的核心舱呢 都是20多吨重 除了这个就是这三个基本的舱段以外 那么在这个T字型的这个尾部 也就是这个天核核心舱的尾部 正常情况下呢 我们还会对接一艘天舟货运飞船 那么这个天舟货运飞船呢 它的就是起到了几个作用 一个呢是给航天员送去它的这个 维持几个月生活的这个必需的物资 还有一些科研的仪器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的生活产生的这种垃圾 以及我这个废弃的科学仪器 也要放到这个里面 不但是作为这个这个快递小哥 还要作为这个储藏室 还要作为垃圾箱 其他的舱段 那么扩展到这个空间站 应当说呢 最大我们将来可以扩展到 180吨的这样一个组合铁的规模 但是我们需要强调一下 180吨它的重量 也不到国境空间站的一半 因为这个是比较是 就是符合我们国家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但又是一个航天大国的这样一个定位 也就是我们的规模适度 但是要更注重它的这个效率 来完成更多的科学实验 来为人类的这个科学进步 做出贡献 那么除了这样一些 这个空间站本身的基本配置以外 我们还会有一个独立飞行的 一个光学舱 就寻天号 可以对大范围的天空 那么进行成像 那么获得海量的这种科学数据 因为它是和空间站 在同一个轨道上运行 正常是它是独立运行的 那么到了必要效维修的时候 它可以过来和空间站对接 由航天员对它进行维护的这个操作 那您刚刚也提到了 维阵营和蓝色起源 他们都相继推出了 亚轨道太空旅游 那未来普通人是否有机会 前往中国的空间站 他们要进驻空间站 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 我相信呢 未来呢就等于是 除了就是我们这些职业称组的话呢 存在这种可能性出现这种 非职业的航天员 那么进入空间站 那么从国外的例子来看呢 包括新闻记者 包括甚至影视明星 还有一些付费的 这些太空旅游的乘客 那么他们都曾造访过国际空间站 那么这个情况是曾经出现过的 那么对于普通人要进入太空来说呢 我相信这个 这个必要的训练 那么是不可缺少的 一个呢就等于是 我要能够经受 就是说等于太空 整个飞行过程中 它的环境 包括我起飞的过程中 我会经历就是说超重 也就是这个过载 就达到身体的几倍的重量 还有一个剧烈的振动 那么就这方面 我们都要进行适应性的训练 所以我们的航天训练的时候呢 它要就是在这个离心机上 那么模拟这个超重训练 要达到身体八倍的重量 要进行一些失重的 这个环境的这个训练 一方面你体验 另外一方面呢 避免你将来有严重的 这种这个不适应 那么所以这方面呢 其实呢就等于是 要进行相应的这种适应性的锻炼的 那么还有呢 就刚才其实我们已经提到 那么要进行这个 比如说救援的这个训练 航天员要在这个 这个荒漠里面 要在海上森林里面 进行这个生存的这个锻炼 要进行舱外活动的航天员呢 都要在这个 我们的这个失重水池里面 也就是加了盐的这个水池 它的这个可以保证 你这个训练用的航天服啊 就是基本上 它的重量和福利是平衡的 那么在这样叫做中性福利水池里面 那么进行相应的训练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训练呢 就是说理论上 对于普通老百姓 都是开放的 都是可以的 但是呢 确实像我们讲的 航天员是万里挑一的职业 这个每个人呢 都很努力 但是并不是每个人 都有飞天的机会 好的 非常感谢杨老师的专业解读 各位观众 本期中国焦点面对面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